Jonas 周材寶卧 竟然也有分工材和首材 咖雷劃器分為首材跟工材 是屬於工 工 工材 如果是 是瘦 瘦財 但是你放了銅板 就叫現代財神 其實是唯一能夠介於 我們說可以瘦財 能夠有珠光寶氣 財氣浮生 包括我們說的 黃寶貝也是一樣的 周財寶物攻防戰 放對種類 財富分配 而神像和神獸要怎麼擺呢 居家的財神也好 財神也好 尊大 尊小 尊高 非低 寿前 神後 有神獸跟財神擺在一起的時候 當然是瘦在前面 或是神在後面 就是我們說的信 養 財 屏風是風水裡頭 最重要的小幫手 不過你知道屏風的最大功用 是什麼嗎 原先來這個握手的人出來 對 一入空 這個屏風做的時候 這個屏風是好的 對 昂貴的招財物 放寸位置無法發揮價值 所謂錢要花在刀口上 不然也只是虛有其妙 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 在新的印尼要繼續支持 我們風水有關係 而且老實在是 而且老實在是 我覺得一年沒見 對 你的後腦小的頭髮變膨了耶 真的 對 本來鬼剃頭的地方會長出來 可是我真的有點不習慣 我覺得我這樣好沒有禮貌 除了我們剛剛到底要對哪裡講話 不 還是看著前面 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是 後無靠 又是老問題耶 老師 新的一年 怎麼還會有人家裡的沙發 你又要講後無靠 後無靠你講了幾句了 我是苦口婆心 無厭其煩的再三的叮嚀跟提醒 你表情好不耐煩喔 不是我 對啊 你為什麼這麼這樣子 你可能有點耐性 觀眾朋友不要再看了 不要 不是要繼續看 一次給他聽清楚 你不要比中指嗎 張老師你怎麼 你怎麼 你的嘴心好講髒話 沒有啦 難怪觀眾朋友不要看正面了 不是 不是 這一次要把所有的一些 開院的髮器 別想用側面搶鏡頭 這時候你的肩肉宮裡面 真的 剛剛真的好痛苦喔 你講了半天 聽到後面 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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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就是有莫名的不安全一點 等一下 有觀眾來電耶 什麼 張老師的背影比較帥 好 不好意思 請你轉過去啊 可是你知道那種背 就是一直有風 或者是那種背無靠的感覺 是真的很不舒服 你不覺得嗎 真的是有莫名的不安全 大家一定都希望有靠山 對 然後希望出門呢 對不對 有朋友可以靠 在家裡有白部可以靠 到哪裡都有可以靠的 你剛剛是想要講說 出外有朋友 在家靠木板 對 可是就換個方式這樣子 對 但這種無靠的環境 怎麼樣能在新的一年 有好的發展呢 對 除了無靠之外 我們要找屏風 找靠山 今天要告訴大家 即使是一個雪竹箱 一個金洞 包括是一個木板 都可能是你開拓 新運勢的一個大的靠山 對 因為有些人會花 十幾萬二十幾萬 買那個金洞回來 可是它放錯地方 又會花去 今天叫大家 且要花在島口上面 開運吉祥物 一次把它講清楚 好久不見的小亮哥 住在這兒已經四十年了 總共兩層樓 樓下給爸媽住 樓上則是小亮哥和樓 老婆小孩居住 而他家實在是很大 用了不少屏風隔住空間 究竟屏風的正確使用方法為何呢 另外老婆之前在購物台上班 帶回來很多周財寶物 今天老師就要告訴大家 花大錢買寶物 沒放對位置 就只是個裝飾品 再相反的 一個簡單便宜的周財寶物 放對位置就有它的效力 這個家我以前小時候以來 有來過 所以住在這邊住很久了 我這邊的房子已經將近 比較久一點 四十年的歷史 四十年 但是我住在這邊也是四十年 可是重新裝潢大概二十年左右 也有再重新裝潢 而且這一區真的是太好了 現在體驗一下 哪裡 我真的形容 我形容一下 就是說 地堡旁邊的貧民窟 哪是 怎麼會 太那麼方便 一個時候怎麼記得我來的時候 好像就是長這樣 對啊,沒變過 都沒有變過 二十年 二十年沒變過啊 而且是上下兩層 有點像偷天錯的這種感覺 對不對 感覺是這樣 偷天錯 偷天的啊 對,偷天錯 對啊,偷天錯 偷天錯 像你朋友啊 但是你知道像這種偷天錯 我們有時候是... 譬如說亮哥,你是住樓上嘛 那樓下現在是... 爸爸媽媽住 對啊,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到底客廳 是要以樓上的為主 還是樓下的為主 這問題厲害了 怎麼樣 很多的大樓是不是有大廳迎接客人 那就是一般所說的迎接客人的大廳 對 那就是所有住戶要接待我們賓客的一個客廳 對 現在很多大樓都有 代表大眾廳 對 那只是代表整個住戶的運勢 譬如說一樓、二樓 一樓是房東的 二樓是自己的 當然是以二樓自己住的為原則 那是你私密的貴客一門 那一樓或是大樓的大廳的擺設 代表這個住戶社區的素質的好壞 富貴、平靜與否 來看這個地方 所以以他這邊來說的話 就是要看這裡的地方 不然以這個為主 以這裡為主 對 所以因為這裡是我生活的地方嘛 對,你... 怎麼了 他還沒有想到講什麼 你空了這麼... 你空了這麼英俊的臉 可是你的... 客廳的擺設 怎麼樣 有... 就像... 東西灑了一地感覺的一樣 真的嗎 說老實話 你客廳擺設實在是有點... 真的嗎 客廳擺設 也是購物天后 對 也是開運法器的曹楚 沒有,我老... 我太太不懂這個的 不懂了 可是家庭擺這麼多... 這麼多的開運法器 亂撒一通、亂擺一通 你就知道了 常常賣這些東西對不對 拿回來都是廠商送的 都不是吃賣的 都一樣 因為你空有這個運氣 廠商會送你這些東西 又要把它擺好就有了 對啊,因為擺這個就加了 其實我的感覺就是 都是... 都是... 因為它比較不像佛堂裡面的神明 對 或者是我們的祖先 它是有牌位 然後有請人開光、點眼 那個是... 那種感覺的 對... 那一般像我是覺得這種 比如說皮修或這些小擺事 擺得好玩就好了 因為我們把它當作... 而且不是很重要 因為我的概念是以這個 道教的觀點來看 它是要開光、點眼 才算數的 其他都不算數的 就是... 當作奧述獵你知道嗎 對,我懂 擺飾品 亞飾品就隨便擺 沒有關係 與其亂擺 不如不要擺 這樣子啊 就像你內褲外穿 跟布拉甲外戴 那不如不要戴 既然... 既然有了 一定這樣講 超人有沒有看 超人是超過人啊 當然一張理論 對 你這樣講 不如不要穿 那大家不是都露在外面呢 對啊 與其穿錯位置 對不對 不如真的不要穿 好不好 我今天就要教大家 把所有的開運的吉祥物 一次幫他做一個 抽絲剝繭的 由繁路繭的 醬 清 醋 小亮哥家有很多的開運物 但都只是當裝飾品 白白浪費它的效力 今天老師就要以最詳盡的擺放法則 完全發揮這些開運物的功用 我們先來個畢胸在驅吉 對不對 對 但是還是耿耿於懷 你看看 把這麼好的位置 你看到沒有 今天就要跟大家講一個 屏風開運大法 屏風開運大法 這麼好的位置 為什麼 這麼好的位置 你叫真啊 這麼好的位置 這麼好的一座牆 這麼好的一座牆 你把沙發放過來會怎麼樣呢 你以為事情重複兩次 大家就聽得比較清楚嗎 因為沙發要搬到這裡 對 你的意思是說 再勉強就讓沙發有靠 我講過不只一百次了 對 有牆給自己靠 不是給電視靠 電視不需要靠山 電視需要靠山嗎 不用 對啊 可是電視不用靠山 但是電視要靠線啊 靠線啊 線可以動 山不能移啊 對 是不是 可是... 沒有可是就是趕快改吧 幹嘛這樣子 我這個櫃子根本來是隆空的 隆空的 把這個櫃子有沒有 移過去 對 對 色系的鋼很搭 然後那邊又屬於出入口的正面 把沙發移過來 會再創造天王的 再造... 天王格局 不知道 再造天王格局 再造 什麼叫的字啊 我這一集藍燈都沒有壓力 你可以講小才矮風水 藍燈有一集 藍燈跟我一樣高老高興一下嘛 好 而且你今天頭髮特別吹高麵 真的很信念重 老師,你這麼講 我... 我這種後面在擺到這邊 怎麼會有什麼大格局的改變 對啊 小山有厲害,還有什麼 後有靠 第一個 就是有依靠 二 防小人 三 龍洞有圓景 四 增加了一個財位 你一舉五得 為什麼不肯一舉五得呢 難道你不舉不得啊 我的財位在這裡耶 他的財位在這邊耶 其實四十五度腳 他的財位在這邊 在這邊又有冷氣雞的關係 對 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如果那邊做完之後對不對 一舉五得 你不舉就不得 我變成不舉了 不是 我等於說要動的意思 而且為什麼... 如果冷氣雞這個財位就破了 破了 而且為什麼你的財位現在放髒嚕啊 這個是好玩的 其實很漂亮 但是你財位其實有點浪費掉了 對,你以前那麼多靠山 幾大天王都是你的靠山好朋友 是 他們漸漸 拜託 漸漸 他們都漸漸還是向上成長 是 但是幫助你還是有限 對,如果以前的靠山 飛哥也沒節目了 帆哥也沒節目了 我可以盡量不要再同一個畫面嗎 你放在一起 我看切哥好不好 拇指畫面 拇指畫面 對,拇指畫面 沒有連線的就好 拇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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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哥還有節目嗎 再拇指畫面 你禮貌山跑路了 這真的會跑光啊 不會害有個建議 這跨山都不見了 那真的要換一下 老師,亮哥,你聽我的建議 搬一下、動一下 我想知道是... 禮貌山就回來了嗎 我們就可以其他家看到的 跑路風水 對啊,這個很重要 你這個沙發放這邊放多久了 從房子好 你一放在這裡了 對啊 十七年以上 對啊,你以前做生意做得那麼大 理想這麼多 園景這麼好 都是一些小人來到這裡旁邊 這樣還犯小人啊 賣什麼雪茄什麼煙什麼 都被死了 被死了 都是我不好 來太晚了 四十七八年前 你也... 你不是在做旅行社嗎 做旅行社你也不懂嗎 十七八年前不是在團 對啊,你那麼早來幹嘛 你只是坐在那邊 變另外一個小人而已 對啊,好感情就沒有來 對啊 你開電話去啦 說什麼呢 因為我當時買這些 做的這個弄好的時候 我就是想說誰... 因為就看了這個櫃子 它後面是樓盆 它樓盆 它樓盆我就想說 貼著牆壁就好 可是那邊有牆啊,你可以靠嗎 不,尺算不對 不好弄 而且那邊不好運作 你的重點 不要一直放在它上面 放在你的主座位背後 好 趕快把它關掉 而且你看你那個沙發那邊 後面有一個小走道 你就是一直會有一種 一種不安心的感受 心神不靈 對,所以你就乾脆換過來 對 那邊也製造了一個很好的 一個好像拿東西 你儲物的飲食的空間嘛 對 除此之外 這個就是一個 其實也變成一個開運的屏風 它一過去之後 雖然不是你的依靠 但卻那邊形成一個牆 放很多的書 或是一些石頭之類的 形成一道牆 就是開運的屏風 造成一個柴位 其次你的出入口 還有一些你看不到的 好屏風跟壞屏風 我們去看一下 沙發背後有走道 被無靠導致小亮哥的靠山 全部跑光光 最好將電視和沙發對調 才會有新的貴人當靠山 而小亮哥家的格局很寬敞 用了很多屏風遮掩 到底這麼多的屏風 怎麼放才是正確的呢 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屏風 你看這裡也有事 對 這裡是出入口對不對 對 其實屏風的最大作用是遮擋廚房 或廁所或是漏菜 如果屏風做了之後 就讓我們看不到客廳 是減分的 可是它其實滿氣派的 我只是比較好奇 就是剛才你那時候 為什麼想裝這樣的一個屏風 因為我想說有個 有個內外空間的感覺 對 而且我不懂感覺 像老師講說 一進門看客廳 我就覺得說不是很好 還是要擋一下嘛 真的搭了很多這種屏風 對啊 就會覺得很簡單 這個二十年以前做好 那個醫師 你一進門看客廳 反正成就看光光了 但你假設有個小屏風 折起來的話 轉個彎 然後感覺好像比較 有點氣氛 有隱密性 以前的三合院 進門就是大廳 所以大飯店跟總統府 或大的單位 進去也是大廳 一定不需要太多的屏風 除非面對陸衝 或針對我們的壁刀 或針對一些不好的殺氣 所以屏風的作用 隨可在舟 亦可覆舟 這個是錯誤的屏風 所以這屏風怎麼要打掉 也不能這麼講 就是沒有的話是更好 那它現在這樣子 要怎麼解決 如果這不打掉的情況 它這個屏風其實遇到了一個 佛桌像出入口的一個阻礙 所以這個佛桌可以考慮 移來這裡 這個地方 有面貼耶 這邊也向外 這邊的話 向外、向天、向出入口 那麼就不會阻礙我們拜佛、盡佛 的一個方便性 方便性 跟靈驗度 那這個屏風就不得了 好到不得了 還有一個屏風 這個屏風 真的耶 這個屏風就好了 這個厲害了 這個遮到了很... 原先這個臥室的人出來 對 一路空 對,一路向下 是耶 一路空 前船空 視野空 頭腦空 這個屏風坐了之後 曲折有情 做了一個轉圜 提升至於運勢 老師 可是它走出來 不是面對下樓梯 它這邊還有一個遮的耶 也是一樣嗎 對啊,以這裡 竟然這裡為出入口 就轉了 中國人喜歡 有一點迂迴的感覺 是好的 這屏風就比那個好太多 所以這個做得很好 對,這個也很好 這屏風 中國的屏風都帶很多學問 這個也是 我的天啊 這到底是想要告訴大家 它是實心的是不是 這也是 出入口 對 中國人說門口門口 門前不要空 門口門口 口前出入口前不要空 這個是客廳的出入口 如果沒有這個屏風的話 也會呈現一個 類似鮮筆水的殺氣 屏風空 無論是小孩跌倒 老人跌倒 錢財氣場不穩 這個也是 好冷 好 很好 人家就剩我一個人在了 都出去忙去了 好 這個屏風是好的 對 一打開房門 就會看到向下的樓梯 如果房門外面有空間轉圜 可以設置屏風 防止血光和漏彩 而如果房門外面沒有空間做屏風 可以在門前擺放紅地毯 而屏風阻擋佛桌正對窗外 就犯了大忌 最好將神桌移位 或是拆除屏風 那如果佛桌移出來 這個屏風就還是可以放 那這邊就屬於我們 古代三合院的前名堂 是中名堂 中名堂開闊 進去都要看客廳 可以的 那如果佛桌放這個地方的話 等於是後面這間房間的人 就是 要放關 很多人會陷入一個迷思 佛桌後面什麼 五歲以下六十歲以上 佛桌後面不要給那個四婚年齡的 那是以古代的木板隔間為主 透風透氣或噪音也老佛 如果這個石牆為山分隔兩地 其實沒有這麼大問題 就沒有關係 好啦 既然一直在討論 那個機關機關的事 不如我們就 可是看看床到底是木頭來的 看看我們的生產房 看你們的主臥房 對啊 好不好 好 這在板間呢 我們代錄一下 來 歡迎 歡迎 好溫馨哦 是幾年沒有變過來 真的哦 就是這樣住的 好溫馨哦 也沒有什麼太豪華的設備 就單純一點 沒有 我覺得 其實從你的喜居的用品 就知道你這個人就是很不喜歡 不會啦 對 就很簡單 簡單 然後我們夫妻... 但是我的房間一定不擺電視 為什麼 它是一個休息的地方 你看了電視 但是你不想睡了 對 所以我的房間 小孩的房間 都不准擺電視 不准擺電腦 就是睡 就休息一下 純休息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這個 腦神經瘋得會比較好 所以你們都不看電視 然後兩個一躺在床上 就去開始玩手機嗎 不是 玩手機 手機也不太玩 真的哦 看電視要在外面看 看完就回來 手機就外面要看看 因為裡面的燈也不是很亮 很亮 所以不適合 就是純休息的地方 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已經好到不得了了 真的 請問一下有沒有看到涼 沒有耶 你有沒有看到住 沒有 沒有對不對 這麼好的房間 估計再維持個五年八年的 才五年八年 怎麼才五年八年 你現在根本現在年輕 才五年八年了 喜歡才國一耶 十年風水一輪嘛 我這樣講 還有五年八年沒有問題 可是好像他的那個牆上 都有臂癌耶 那個臂癌 這個要修一下 好不好修一下 最後再修 其實大嫂對你來說 有可能莫名不安全感 怎麼說 因為我去看別的房子 可以看得出一夜之秋 看得出一點 是 他對我有不安全感 有莫名不安全感 因為你的房間也放了一個 抓狐一斤的一個 真的假的 老婆未雨綢繆 自殺髮器防小傘 周財寶物又分攻守 你放在位置了嗎 開一滑器分為守財跟工財 是屬於工 工 工財 如果是 是瘦 瘦 瘦財 但是你放在銅板 那叫現代財神 其實是唯一能夠介於 我們說可以守財 能夠珠光保氣 財氣浮身 包括我們說的 包括我們說的 也是一樣 其實大嫂對你來說有可能 莫名不安全感 怎麼說 因為我看別人房子 可以看得出一夜之秋 看出一點 是 他對我有不安全感 有莫名不安全感 因為你的房間裡面放了一個 抓狐一斤的一個 真的假的 這個 大嫂用這招太厲害了 我們這樣學起來 你看哪一個 這個 因為腳按摩之後 還可以去追狐狸精 就是按腳用的 哪一個 狐狸精 狐狸 葫蘆要收腰 要收腰 這應該是大嫂就是 處心處律 對 放在窗邊 就是要抓狐狸精的意思 放窗邊就是啊 就是說狐狸精 要從這窗戶跑不出去 不是 你葫蘆賣什麼藥的意思 對 它可以放在窗邊 通常... 對 通常我們這個 出來了 它出來了 通常要放 白米、白鹽 還有廟裡面天爐的香灰 轉三圈 蓋住之後 把它放在家裡面的窗前、窗上 這是收腰壺的意思 可以展小山的一種古代傳承的方法 請問一下要放在自己臥室還是客廳也可以 主臥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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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主權的一個鞏固 你的收腰 想到我居然心機這麼做 對啊 那他當初把這個葫蘆拿回來的時候 難怪我最近都... 怎麼跟你說的 一直都把你... 一點稿料都沒有 所以最近就是這些老公們 如果發現你臥室突然多一個葫蘆的話 就知道你的老婆在做什麼了 對 金老師一說我才知道 恍然到... 他跟我老婆講的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吸錢的 吸錢的 因為葫蘆賣什麼藥 葫蘆收腰的意思 老師 但是你這樣一公布 當然他的老公不是都知道了 你有沒有這個比較... 譬如說它小一點 我可以藏在哪兒嗎 一定要這麼大的葫蘆嗎 盡量以真正的葫蘆為原則 一般有木頭的或是瓷器的 這個小 這個是... 這真正的葫蘆 這真的葫蘆 他老婆用心良苦你看 這公布台買得到嗎 對 而且... 披枕箱 這根本都很需要 葫蘆 葫蘆 這個很厲害 這真的是 原礦、原石、原木、原古爐 這就厲害了 而且又漂亮 如果說老婆把它拿來 放白鹽、白米 還有我們說的香灰的話 放在涼的下面 那代表涼鴨頭 作為一個神明的一個支撐 化解作用 這是一種做法 如果把這個放在... 你知道廁所不是噪音嗎 沒有人用這種方法 掛在廁所裡面 也是一種化解 我們說的噪音的危機 他竟然是放在這個地方 厲害了 還好你老婆放個位置 不是很正確 還好 對 這什麼意思 我幫你... 放這裡 放這裡 回了 放那裡 對 你的電話應該最近都不會響 放那裡就很可怕 你就可以在這邊好好的休息 那一直出不了 它還有其他很多的招財物品 你看看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瑪瑙金洞 是非常真正的瑪瑙金洞 就像一個寶山柴山 非常 裡面也放了那麼多的錢 對 功課只做一半 哭什麼不要哭呢 要住一天了,不要哭啊 怎麼了 為什麼要只做一半 雖然沒有桃花,不要哭 很悲傷 這個當然是要放在 我們所說的柴位的地方 房間裡面的柴位 對,這兩個是柴位對不對 對 然後一邊 這邊是不是冷氣筋 冷氣 冷氣一吹是氣散、柴落 冷不拒 不算柴位 放這邊 放這邊 對,所以這個角落最好了 小心 很重 很重 沒有難這個字而已 只有不做而已 就把它放這邊 對,放那邊 對 對 那麼基本上我們的臥室 不能放神明 對 但是我們說 開運法器分為 守財跟公財 有財神、有財壽的 是屬於 公... 公財 如果是... 到第五季了 不要換姿勢 如果是金凍或魚缸 或是類似這種的水族香之類的 是 瘦 瘦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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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暴龍 瘦 瘦 瘦財 好啊,也有加深我們的一些印象 這裡不能放財神 因為你夫妻... 抱抱抱抱抱抱抱 對財神是不尊敬的 對 所以你放了銅板 那叫現代財神 其實是唯一能夠介於 我們說可以瘦財 能夠珠光保氣、財氣橫生 又放在那位置 所以財神是比較開放的 比較開放的 不像古代還要什麼 什麼大羊那些 香啊,茶香花香啊 什麼供還不用 所以房間裡面 如果真的要供財神的話 唯一一個就是現代財神 可以放錢就對了 包括我們說的保險箱 保管箱放的位置也是一樣的 房間裡面 不可以擺放傳統財神 也就是財神爺彌勒佛 但如果是現代財神 錢幣就可以擺放囉 而緊接著 回到小亮哥家的客廳 滿滿的財壽 彷彿可以組成一間動物園 不過這些裝飾品 沒有招財的作用還不打緊 放錯位置 反倒是會會壞家運 究竟這些財獸 是犯了什麼天條 讓主人垂胸頓足呢 這個平衡我們叫動物園 哪裡 在哪裡 動物園 有兩隻狗而已 好可愛 這個還好照顧啊 有的動物擺不好的話 甚至還破大場 家裡如果可以搭到有個動物園 那小朋友多開心 對啊 我們買了一個動物園 對啊 家裡的財具也是動物園 招財物放錯位置 效力大打折扣 門隊坐向 皮修怎麼放最招財呢 要以門為主 還是以坐向為主 來做優先的選擇 第一 第二 那坐向如果能配合它的材質跟顏色 更起上加起來 更加分 有的是完全用土的 又是米色黃色的 那麼像東北西北 西南西北 都是非常加分的 放對了開運法器 加上整個的一個供養是加分的 我們家有動物園 哪裡 在哪裡 動物園 兩隻狗而已 這個還好照顧 有的動物擺不好的話 甚至的還破大場 家裡如果可以搭到有個動物園 那小朋友多開心 對啊 我們買了一個動物園 對啊 家裡的舞台具也是動物園 這是有賣嗎還是... 真的在這邊擺餐擺多久 這個擺最近這幾年才擺起來 就是... 因為我太太在購物台的時候 會賣一些宗教的 會賣一些飾品 那這些都是 有時候跟廠商買一點 好玩嘛 就是玉 或者各種不同的這種... 是營修動物園 對 我以前還有給它點一點 點香 我現在都不敢點 對啊 你看這晶圓堡裡面有放米 水乾了 水乾掉了 沒放水 加一點水 那為什麼會放那個戒指在裡面 這也是一個皮修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收藏真的... 而且這個是... 我是聽老師講的 水還要放陰陽水 就是熱的跟冷的這樣 我剛剛講了一點 你發音剛剛有點不太真 所以我以為說陰陽水 我想說那什麼水啊 陰陽 陰陽 而且你看它的皮修錢都掉了 對啊 最近可能在破財 怎麼樣 太皮了 沒仔細放 我覺得這一區的確很可愛 但是老師 它放在這邊有加分嗎 可以 大大的減分 大減分 因為它就一直在亂搖 你看大家都沒有同向... 共同的一個方向 放在這邊會減分 提修或神獸 或古代鎖住我們大門前面的獅子 包括我們說的馬的圖騰 等等的 或攻擊等等的 一定要向門為主 向口為主 以門為主 其次以出入口為主 你前面是佛桌 你千軍萬馬 對著佛桌 什麼意思 對耶 是要跟它對衝怎麼樣 你看這裡 有沒有看到 對耶 剛好就是這樣子 但是正對著佛桌 當然是神仙 對不對 駕駭對不對 東草西草對不對 或駕著神獸 你正對著它 第一沒有向門 第二個沒有向口 大錯誤 對耶 真的 你看一下這幅好好看 專心一點 真的 所以它沒加分就算了 其實還大扣分 當然 大不盡 其次神像跟神像不能面對面 柴神爺雖然是用紙印刷的 但是基本上要向外是比較好 納財 那這個皮羞有沒有 你看一下 對 我們分為幾個方式來 就拿作檢測一下 好 如果有既定的皮羞有沒有 記得哦 什麼叫既定的皮羞 已經買好的 沒有買跟買好的 一個大原則 好 皮羞,我們帶兩... 我們把這兩個帶出來 我們到外面講 好不好,你各帶一組 綠色的跟米色的 我們到外面講 來 是不能在他面前講的嗎 是 要去哪裡啊 這裡 譬如這裡,好,來 放這裡啊 這個地方 我們以門為主 這個是這層樓的門 所以意思是說 他整桌動物園要放到這裡來 是不是 當然是這樣 才能往外去咬錢嘛 對 像這裡 那一個大原則 一定是... 像這種有沒有 很多都是用粉 或是大量生產的 能量比較弱 對 手工科的 能量是更好 那大腦廟裡面 有這個加持開關或是更好 一定是放在靠牆地處 靠牆地處 靠牆地 你不能放正中間 好 也不能放在前面 因為任何的神獸、財獸 是要向外咬錢回來的 有時候也有作相的問題 綠色的 或是木頭製作的皮球 要向東方 東 那如果我們門口不在東方怎麼辦 所以以入口為主 門沒有的話 再以口 譬如說我們這裡不能放 對 我們是以再加分的方式 才能夠結束 如果沒有辦法 跑好的方向 再以這個量來這裡 這也不是門嗎 對 也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從那裡出去也可以 但是配合它皮球的顏色 跟材質更加分 如果是用白玉或金屬的皮球 包上真正的錢 那麼配合像西方 也是百分之百的加分 有的是完全用土的 石頭刻出來的 又是米色黃色的 是屬於土製的皮球 那麼像東北西北 西南西北 都是非常加分的 了解 所以你放對了神獸 放對了開運法器 加上整個的一個供養 是加分的 好 所以我們要以門為主 還是以坐相為主 來做優先的選擇 門第一 口第二 好 那坐相如果能配合它的材質 跟顏色 更喜上加起來 更加分 以陀拉庫的周才神獸 正對佛桌 代表不盡神 千萬不要周才不成 反而觸眉頭 最好將神獸朝向大門 才能夠把錢財帶進家中 以增加財運 他們家東西多很多 對 這個檸檬山多 然後茶壺也多 茶壺應該是亮哥的收藏 茶壺是我的收藏 對 二三十年的收藏 所以平常有懂茶道對不對 對,喜歡喝茶 對 你們家真的到處都有耶 你看 對 請問一下這個米勒佛 這米勒佛 這是民家所刻的 很漂亮 我在... 我生日了一年了 我妹妹送給我的 我覺得早上起來 我就拿一塊布 給它擦一擦是不是 擦一擦 我也沒有開窗 也沒有給你擦一擦 然後看到它笑得很開心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對,我們每天都要笑 心情就很好 心情就很好 所以這個米勒佛 而且這是民家科的 可以增值的 對 所以每天都要把它擦一擦 稍微擦一下就很亮了 而且很少看到就是 有穿比較厚衣服的米勒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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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家增值得多 對 他練給它說 但這種神像 基本上如果有開光有加持的話 就必須要有供養過的動作 對,因為我們沒有開光過 沒有開光 它本身這麼好的米勒佛 這麼吃的米勒佛 沒有放在柴味很可惜 我們一定要柴神入柴香 故鄉的香 對 所以我們說的四十五度角 跟另外四十五度角是柴味 如果把這尊柴神移到那邊去的話 再做一個花香、茶香、果香、燻香的一個供養 其實財運會更好 真的 在那邊我看一下 就是你 放錯位置了 又放錯位置了 如果把那個香菇移過來 對 以前放錯位置不如送給別人更好 但是可以增值耶 放這裡 所以你意思說放在這個柴味嗎 這邊柴味或是那邊柴味都可以 正氣放這裡 都會比放在剛剛那邊好很多 馬上就擺 因為那是我的 我就做決定 然後再沿上一點台幣 紙幣或銅板 會更加突顯它真正的柴果 放到它前面 對 壓它下面 壓得 對 人家祛寶可能真的是多到神獸 多到一個 對啊 這裡還有看到沒有 這個是名家客戀 很好的 小菩薩 所以居家的啤修也好 財神也好 簡單說就是 越大的啤修 它的能量肯定是越強 原木 原礦 原石 所攻刻的 當然能量是越強 有神獸跟財神擺在一起的時候 當然是獸在前面 神在後面 有些人把神獸好大放一隻 財神放前面 大小不一 沒大沒小 對 其實這反而沒有辦法近神 也沒有辦法欺負 它應該在前面被財神駕馭 當然是這樣子的 可是如果剛好那皮修買得真的很大隻 那你把財神放在後面 就會被皮修擋到 對 所以一定要不要放在一起 這個比例子也要抓一下 好不好 沒有 就財神人家送的 皮修自己買的 你知道有時候 像你看 就是亮哥家裡這麼多 尊高 尊高 飛低 就算皮修大的話放地上 那財神放高高 放高一點 把它墊高都可以 所以它還是有個準則就對了 就是我們說的 信仰財 信仰財很重要 可是這房子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的格局財 似乎有破洞 似乎有破洞 對 所以你看看 怎麼會放到這個地方呢 這麼好的東西 你看 這一區我也很喜歡 這一區 你已經用區來形容 很大的 因為我剛才進來就有看到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小植栽 我覺得很可愛 這個都是林姿佑弄的耶 親手植 這個不是買的 它真的很有材質 我們還有花園的 那是你弄的 很厲害的花園 我把它花過來就好了 而且你看牠牆上那些剪紙 都是牠剪的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很少... 我很少動手幫別人弄 你真的是運氣不錯 哪有 你們一直都有啊 對啊 你只是有時候嫌重不願意而已 放這裡 放這裡啊 因為這邊有人破柴的洞 有冷氣不能拆掉 與其拆冷氣花大錢 補破洞 不如擺金洞 與其拆冷氣補大洞 不如放金洞 那麼放對位置就能聚拆 再把你的什麼神獸 財神放進去 就符合了財神入財香 四十五度角的要求 你放那邊 人來人往氣散 財破人不去 放那邊幹什麼 老師它後面已經有放一個魚缸了 你不是說什麼遇到水的話 那個風就會直了嗎 對 如果與其能夠多放更好 那麼更能夠守財 那這個魚缸放這個地方 它其實就是一個 最便宜的金洞 那它已經有一個金洞 幹嘛還在放呢 如果放... 你看,我才打電話來罵你 不是 那你要賣水族箱還是賣金洞 你不怕你還是都有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放這裡也OK 如果移到另外一個才會去補 都是非常好的規劃跟設計 以前的人並不見得 能夠買這麼大一塊金洞 那水族箱具有折射 也具有聚材 也有長風納氣 形成一個水燈氣 它也是一個聚材的作用 財位上面有冷氣 財氣會被吹散 這時候萬用的金洞 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但如果沒有預算買金洞 擺放魚缸也能夠長風納氣喔 這是一個我們所說的 一個叫做公材 一個叫守材 就像這裡有個洞 有個窗破材放在這邊 似乎是一個材杉在補的意思 可是有人把透明的金洞 竟然放在佛桌的前面 開運物亂方倒大美 照音雖是一箱 有人把透明的金洞 竟然放在佛桌的前面 造成非常可怕的一個不進神 甚至於照音 透明的金洞味 對 我帶你去看一下 又是一個放錯的地方 有嗎 有 真的耶 有沒有看到那個金洞裡面 是顛倒的 那邊有個水晶球 水晶球 對 有的人說什麼水晶球 要放在佛桌上吸收能量 那是指小的鍊子之類的 這種大顆的是把佛上下顛倒 人是上下顛倒的 應該放哪裡呢 移開在佛的正前方都不要放 那為什麼 它的佛上沒有掛鏡子 一般很多的佛 是從宮廟請來的 他們不可能每一年把佛 請到宮廟去 再做一個我們所說的加持過佛 有的人是用麒麟 有的人是用符咒 有的人是用說 戴符咒的鏡子 拿去原來的宮廟 每一年都會做一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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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在佛的正前方 那麼這裡 不是,不要正前方 就是不要正前方 左右兩邊我已經找了 對啊,我去放這邊的話 有沒有,人是倒的有沒有看到 對啊 佛是顛倒的 關公已經暈很久了 不是 對,你放在關公間 因為是顛倒 對,這樣 這種狀況 然後保佛 就彷彿這裡放一面鏡子 是一樣的意思 其實是無法 這樣子就可以了 沒有在佛的正前方是好的 對 這樣就可以了,沒關係 對,這樣那個位置是OK的嗎 OK的 老師有點忘記了 祖先跟佛像哪一個是要在前面 一定是 祖先的爐要小,在後面 那佛祖的爐要大,在前面 那祖先的爐一定要耳朵 叫耳提面面 以前人家的爐子是用錫做的 錫符、錫符 取這個血音 甚至於裡面 在青豚看到了 裡面要放八個銅板 八個銅板 正反 在青豚的時候 在少一個爐香灰的時候 不能直接倒 裡面可以放錢 祈求好運 了解 人講八個也有人講十二個呢 極速 八個銅板就好 八十二樓行 對,所以除了剛剛那個水晶球 放錯位置之外 其他都是合格的嗎 其他都很好,對 對 而且它難得是它這個桌上 因為很多一般佛桌上面 都會有在墊一個這個 對,它沒有 沒有,比較沒有反光的問題 對,我就是怕有反光 因為這老師講 就這樣放 可是很傷桌面 對啊 可是沒有辦法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紙壇很貴的 這一座 是我爸爸最心愛的紙壇 光這一座 它買的時候就三十幾萬 幾年前 就是十七、八年前 十七、八年前 我已經買三十幾萬 那現在就已經翻了 這是我爸爸最愛的一個紙壇 兩張 這一張 這一張起來 而且這個繩桌都有這個尺寸 一般家庭很早放這麼大的紙 對 放不下的 所以這個放這個付錢 很重要 所以其實你把這個繩桌移到剛才 我們老師講的那個位置 就會更加深 更好 好不好 向天、向門、向出入口 迎神的能量跟機會更大 所以這個要把神明換位置的話 也是要看時辰 要看時辰 最後請老師來看 這不是我們能弄的 請國巨店來幫忙 複雜 你不願意幫這個房子我也... 而且你整個就... 沒有說要幫忙 然後要請國巨店來幫忙 不是 這個老師有很多種 那種風水地利 對 有一種是專門重現場 對 不一樣 真的 因為我... 有一些風機店也不要講太多的風水 他就專門做他的答事就好了 真的 對 這個那樣沒辦法 他可能無法幫你這個忙 你待會兒欣援警 對 我自己心裡很明顯 風水可許 他可以來 神明來就算了 他沒有通靈沒辦法 對 神桌擺放水晶球 並不會增加跪跡 反而會讓神明頭暈 而神明爐要比祖先爐大 還有神明爐要比祖先爐大 還有神明爐要比祖先爐 放得更前面喔 那基本上呢 我們那個廣... 廣大的觀眾朋友們 基本上還是有一半以上的人 聽不懂你這集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他幫我們做個真爐 我跟你講 就是基本上來講 老師講得太深奧 對 像我這年紀很勉強聽得懂 經過一點歷練 對啊 既然說有那麼多的開運物 然後你剛剛特別有講到兩種 一個是守財的 然後一個是去工財的 工... 對 你可以... 手... 對 那到底開運物要怎麼分 工跟手 然後各自要放在哪裡 才會大家分 基本上我們居家工具 叫格局財 不是每一個房間、辦公室、客廳 一定有柴位 當你的柴位都建空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用我們所說的 守財吉祥開運法器 來做填補這個洞 好 這個時候可能用金洞 或瑪瑙石 或水晶洞 或是用魚缸 甚至於用盆栽的方式 把那個洞做一個圍堵 或多或少 或前或後 或左或右 來做一個填補 讓這個沒有柴位的客廳 或辦公室 或是臥室 來做一個彌補 總比隔一道牆 定一個板子 要來得好很多 因為古人說 高一寸為山 低一寸為水 高一寸為陽 低一寸為陰 以陰陽山水的概念 來做一個格局財的一個 守財的建議 所以那一段你們亂號 真的講嗎 一定要這樣嗎 沒有,因為他講高一寸為山的時候 又補鼻很低 所以他這第一寸為山的時候要更低 不知道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對 看出那一秒多得尷尬 對,好啦 反正露財、霉財位的地方 就是用守財的寶物 對 好,那公財的寶物是什麼 當已經有格局財 或建立了很多的財山寶山之後 我們是不是希望能夠求財壽 求財神來加持我這個財香 故鄉的香 對 這時候就推出很多類似我們說的 旺財的財壽 還有財神之類的 這時候在這個地方放上我們所說的 財寶天王 或是我們說的這個財壽 或是一些 財壽就是財壽 或是一些會咬錢的三角禪廚 以這個財香來咬錢 或是放一些銅板 代表現代財神 來提升洗上加洗的一個公財的一個 白色 我現在這麼知道 為什麼你要戴那麼深的眼鏡 因為大家看不出來 一直在想對不對 對 有時候想一太複雜了 老師,老師也一直 已經有財位的地方 就可以放公財的 對,神獸這些 神獸寶物就對了 但是神獸寶物一個原則 財神不能面對廚房、廁所或臥室 對 還有臥室裡頭 臥室是夫妻抱抱的地方 對 放財神是不進的 因為財神也不能面對神座 對 對 這幾個應該整理得很清楚 幾個原則大家記清楚就好了 兩百多次了 哪有 你自己一直講耶 哪有 這不耐煩什麼 沒有 沒有 那今天這樣子 就是把這個原則記好之後 真的 我們在買這些開運寶物的時候 在放對地方 就一定可以加分 加分 你保證 當然保證 不然就去哪裡找你 你看看你很難看 對 快點 跟我買 我保證啊 你跟我買是保證 可是我便在賣 不好意思 難得他們家裡真的多神獸 還有水晶洞 都會還有一個貼胸動物園 對啊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當購物專家的痛苦 對 快點把沙發換一換 對啊 對 有時候就人家送的 後來一點點好玩嘛 就是再改個小地方 改一個地方放 那你就會大加 好,沙發對掉 請半年後都不理我們了 你要知道 文官出張嘴 文官跑斷嘴 你看看那個東西要怎麼搬 對 你做那麼大怎麼搬 半年後 今天這些工作人員都留下來 從後搬完了回去 半年後 薯草派都不理我們了 告訴你 跟你一樣是不是 我沒有工程 我沒有過 都是你們不理我 沒有... 拜託 我們是一年繳完房貸 我們怎麼... 沒有... 這沒辦法 沒有... 謝謝 謝謝 我們先走了 幫忙貸 你幫忙櫃子 爸,你今天長得還像神獸 你就幫忙 風水疑難雜症 困擾你很久了嗎 歡迎你在粉絲團 分享相關問題 或是到未來官網 報名看風水 我們將會為你改善 請多些工作工作 未來的工作 三、二、四、四、三、四、四、四